我們在田地上有老鼠 現在很遠地看到 它在動是動的 不是因為我的手震動 而是它真的在動 現在它就鑽到旁邊的房子 以至於我們在這裡好像是挖爛了 我們就要找一些夾夾 或者找一些東西來捉住它 然後再補救 唉 很辛苦去年做了一個田地漂亮的 噢是呀是呀 糟了我想 它捐了過去 你看到一隻好像蟑螂那樣 就等於整個鬥在裡面 已經看到了 五星級老鼠 不是經常買的 所以不是幾個價錢 但是印象之中 這隻草種好像是便宜一點 49.98這個價錢 那最理想的方法 就是用一個夾夾夾夾 它 但是這樣會弄死它 那麼我們呢 這些愛護小動物 又不想 on the other hand 可以用龍捉它 然後呢 就運它去那些森林的地方 放棄了它 但是呢 我們又不想弄架車 還有呢 都是有少少怕 如果在運送途中 它捕我 或者 或者我種了一種新型病毒 這樣就想衰衰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放些咖啡粉 我們經常喝咖啡 有很多咖啡炸粉 剩下來 這個方法呢 就是 臭死它 對泥土的傷害又不是太多 等它走 走完之後呢 它遲些又可能回來 又或者呢 國家自掃門前雪 那樣 等它走到隔離屋 這樣有些很衰 但是這個是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方法 我們剛剛聽呢 有些人說呢 它在冬天 它要被冬 冬眠 所以呢 它才會來 夏天呢 它走回到森林 其實就不用理 不用擔心的 那另外呢 有些人說呢 它不單止吃草根 它呢 就是吃這個 吃這個 蟲蟲的 蟲蟲姐姐 好朋友的 那你 你倒了些蟲的話呢 這樣呢 它就自然會走的了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就買那些蟲蟲藥了 Mini在網上看 現在呢 它在這裡認 人點識別 會不會識別到 殺蟲水 這些是捉老鼠的 有隻黑豹幫你捉老鼠 對呀 adventure 真的厲害 有很多種不同捉老鼠的方法 這裡又有些 順帶一提呢 疫情的關係呢 Home Depot 都是在家經濟受惠的表票 不過呢 它出完第四季業職之後呢 它說呢 那個Outlook 就不會像去年一樣的了 它會打回原型 Incdb 一出完之後呢 那個股價呢 就應聲下跌 最低呢 去到250多元 雖然呢 比起去年 那個年頭的時候呢 250多元都是貴 但是呢 我覺得呢 都有一些可能性 所以呢 我都進了一點點的 現在相關上270多元 不要進了 Anyway 現在聽到呢 有些中氣十足的Auntie 我們呢 就問一下她的意見 因為我們找不到那隻道重藥 但是如果其他的Auntie 方法可以使用到的話呢 那我們都不妨一試 哇 真的隔著那個聲音 都聽得到那個眼智說話 不過呢 In general來說呢 如果比起 Home Depot Nose 和Volna 我真的覺得 Home Depot 服務呢 是好些的 你隨便問一個人呢 他都 那個答案 或者是告訴你 在哪個地方找到你想要的東西呢 那我都覺得是滿意一點的 那他們的staff training 相對來說好些 我們之前都有這些超聲波 就是防老鼠的 但是這個就是in-door 又是用電掣的 那可能呢 我們放了幾年之後 這些都壞了 這個其中一個可能 都可以去renew的 另外呢 那有些呢 是for outdoor的 那都是要買 那就插在那個花園那裡 那希望有多點幫助 這個稻松野 regardless 夠不夠到 弄不弄走這些老鼠呢 都有用的 那麼 1.4kg 就applied to 100 square meter 那我要買兩包 那一包35元 臨炒醋之前呢 讓我發現呢 這裏有一包呢 是3.1kg 那又是70元 那變相來說呢 就多了0.3kg 即是10% 那就是同等價錢 那當然是大包啦 很好搞笑 不是擺在同一個地方 豈有此理 那如果不是呢 就像個冰水清那樣 真的 寄了 貴多幾元 星期日 沒有想過出街 或者至少不會有 去那些人氣的地方 最後都來了這個北斑 來北野 我們今次來的目的呢 就是買這隻 紅椒椒椒 剛剛好呢 on sale 我們盡要 曬牠冷 我們買一串 紅椒椒椒 究竟有多少呢 1磅 Mini Mini嬸嬸 Mini也是老鼠來的 它是得士 但是呢 它現在叫臭死其他老鼠 就毫不手軟 那這些呢 因為公鼻呢 除了老鼠之外呢 那些小動物都是 不舒服的 那我們就在後花園這樣 那就 前花園就 用咖啡 Mini就喜歡喝咖啡 但是其他老鼠就不喜歡